好家伙要是最懂哥们的游戏 还得是你啊 不知道 最近各位打开PS5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剑星又推送了一个新不灵 在这炎炎夏日里 看着屏幕里的老婆们 穿得越来越清凉 也算是一种值得宽慰的事 没错 这款对欧美正式正确 发起冲锋的剑星 又为衣服解锁新皮肤了 可能是为了平息玩家 对4月底在PS5上发布时 所感受到的和谐的愤怒 也可能单纯 想在夏天整点新活 玩家可在绿洲的钓鱼点处 购买两套全新泳装 并且欣赏季节限定的BGM 从对抗阿尔法 镍七八的紧张刺激中 暂时抽身 来到这 休闲愉快的沙滩躺椅上 实在是太有夏天的感觉了 不过玩家需要将主线巨型 推到大沙漠这张地图 才能到达绿洲场景 如果恰好将巨型 推进到太空站那里 就没办法解锁这两套服装了 只能在新游戏 家里重新推进一遍巨型 这点还是要注意的 不得不说 性感泳装衣服 直接让这帮老色皮买重返战场 哪怕是已经通关的玩家 也不介意再开新周末 据数据统计网站 QGFIZ的分析者 夏季更新的活动 使渐兴玩家数暴增 虽然游戏内 并未增加新BOSS与挑战难度 但自夏季更新上线以来 渐兴的PS5玩家数量增长 惊人的40.14% 对于我这种通关 就把游戏搁置的玩家来说 这活动 简直就是逼我 把游戏重开一遍 但没办法 为了看到衣服的新造型 哥们儿心甘情愿被掉啊 近衡泰啊 近衡泰 渐兴的用户游戏市场 可全是被你这么一点点拉起来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渐兴即将在本月上线拍照模式 这可真是解决了用户的一大痛点 要知道这几个月里 玩家可都是守着一衣柜的衣服 并没法拍出特别满意的照片 而在即将迎来的拍照模式里 玩家不仅可以自定义衣服的姿势 还能改变皮肤颜色或晒痕 这类小细节 如果觉得光线不好 还能重新设置天气或时间 这下真成暖暖了 在等待拍照模式更新的这段时间 除了能在游戏里刷刷奖背 给衣服换衣服外 还可以在ins上 看看衣服在三次元的本体 衣服的体模 身材恩 在渐兴的官推粉丝达到十万不久 身材恩也分享了自己的生活照 这波是双出狂喜 另外ShiftUp 正在寻找一名PC开发方面的战斗设计师 这也意味着 这款游戏 有可能在不久以后 推出更多的战斗环节 要想在PC上玩到这款游戏 还需要再等等 毕竟三年独占期 还没有过完三分之一 各位老四批们 还请暂时忍耐 不过在PS5上 已经玩的这么花了 一旦登陆PC 变成什么样 可就真由不得衣服你了